欢迎参加三厢美邦能寿2024年第一季线上法人说明会 在会议的第一阶段,我们会报告本公司第一季的财务业务概况 简报过后,会进入问答阶段 各位可于画面右下角栏位输入你的大名书以说名称及疾问的问题 我们将你整理后统一恢复 会议简报属于其网页下载外 即将会在会议后公告于本公司网站 图证关系专门区可前往下载 首先有请我们陈总经理这种说句话 各位投资先进及媒体朋友,大家午安 欢迎参加三厢寿2024年第一季法人说明会 为了使外界皆可线上参加我们的法人说明会 我们此次法说会为线上举办 若有造成不变,请包涵 今天在现场与会的主管除了我 还有财务长、投资长、财务会计本部的主管 与企划本部的主管 会议的下半段会为各位进行提问的回复 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法说会 首先营运开要简报的部分 请财务长继发言人林立华资深副总向各位报告 谢谢各位投资先进媒体朋友 参加三厢美包2024年第一季线上法说会 在进入三厢美包2024第一季法说会简报说明前 请大家注意简报第二页的公司声明 因法说会资料可能包含对于未来展望的表述 是基于对现况的预期 但同时受限于已知或未知风险或不确定性的影响 因此实际营运结果有可能不同于展望陈述 那请投资先进门翻到第三页简报大纲 本次三商美包2024年第一季法说会简报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营运灾要简报由我简介 内容分为保单统计 销售通路与投资相关资讯 另外隐含价值简报 由企划部郭一龙副总简报 内容分为EV同期比较 经济假设 假设揭露 变动分析 与敏感度分析之资讯 请投资先进翻到简报内容第五页 营运概况 简介部分说明 首先在保费收入部分 本年度第一季总保费收入 266.5亿 总保费较去年同期减少约35亿 降幅11.7个percent 主要是因去年投资型商品 平脉有热卖效应 影响今年初年度保费收入下降 第一季初年度保费收入为57.2亿 初年度等价保费 则与去年度同期大致相同 在市场看好今年将维持多投行形象 预期投资型商品销量会逐渐增加 公司也将持续推动保障型商品销售 渴望有助于全年初年度保费收入提升 第一季的续年度保费 约209.3亿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3亿 主要原因是公司自2017年起 顿角投资型商品开始热卖 也间接压缩当年度 非顿角传统商品的销量 进而影响今年续年 续期保费收入 但随着销售策略调整 未来渴望获得改善 第一季的财务数字 已在4月11号的新闻稿中说明 单商美邦人受第一季比 净值为446.8亿 依较去年底增加47.4亿元 净值比为3.24% 2024年第一季财报次结束 受贿于国内外股市上扬 以及台币对美元贬值的正面影响 2024年第一季税后存益30.6亿 较去年同期增加59.8亿 每股盈于0.6元 第一季比总资产近1.57兆 较2023年底成长约3.3% 较去年同期成长6.3% 请大家看到第六页总保费收入 第一季总保费收入 266.5亿 较去年同期减少约35亿 降幅11.7% 全球总体经济环境受到 通宏顽固及升息影响 加上2023年7月投资型保单新制上落后 投资型商品初年度保费收入 减少约23亿 而且先前蹲脚投资型商品的推广 影响续集保费量 使得总保费下滑 但本公司未接轨 IFRS17 所强调的健康险和伤害险之 新期约保费收入 较去年同期成长超过14% 显示三商美邦人受未接轨 IFRS17 以及销售去CSM之保障型商品策略 获得良好推动成效 第一季总保费在售检业 占率约为5% 售检业排名第7名 去年度保费虽小图下降 但公司持续推动投资型分歧小 与推广去CSM的保障型商品 随着分歧角投资型商品 与保障型商品逐年增加销量 总保费渴望于未来转为正成长 亦可使总保费市占率持续提升 接下来请大家看到第7页 初年度保费收入FYT 初年度保费收入在第一季的57亿 较去年同期79亿 减少于22亿 降低约27.9% 主要是新期约动能 受投资型商品新制影响销量 第一季三商美邦初年度保费 再售检业的占率为3.2% 第一季投资型商品销量 维持是初年度保费收入的主力 公司2024年的商品策略 是投资型与保障型商品病重 说明投资型商品FYT暂时 公司从2017年推展投资型商品 呈现逐年成长趋势 2021到2023年均维持稳定暂时 2024年第一季受新制影响 略为下航到81.7%的水准 在右边图表 在2019的分离资产账户是966亿 呈现逐年增加到 2024年第一季为1924亿 成长几乎翻倍 投资型商品及保障型商品病重 以转换成资产的成长 为公司提供一个稳定的手续费收入来源 接下来第9页 是初年度整价保费收入FYPE 第一季FYPE应商品策略调整 调降短矫或弹性矫质投资型商品占比 并提高CSM商品销售 初年度整价保费率为29.5% 相较于去年同期增加了7.5% 公司会持续朝向推广分析矫商品策略努力 接下来请翻到第10页 销售通路分布 公司有两大通路 分别是业务员通路与银行通路 过去几年大幅减少储蓄方面的商品 所以银行通路是大幅下降 目前以业务员通路为主 2024年第一季初年度保费 业务员通路占97.9% 银行通路2.1% 在FYTE通路方面 业务员是99.3%为大中 所以公司以业务员通路为主要动能 有助于推动接轨 IFRS17商品销售策略 例如以投资型商品和保障型商品销售定重 接着请看到第11页 投资收益组成 今年第一季经常性收益是102亿 较去年同期增加6亿 成长幅度为6.1% 今年国外债券殖利率较去年大幅提升 前一季经常性收益已稳定成长 今年前一季地险前经常性收益为3.13% 较去年同期3%上升了13.13% 在股市方面 在美国联准会升息趋缓 受惠于国内外股市大幅上涨的正面影响下 公司第一季证券类已实现获利为36亿 主要来自权益类已实现获利约37亿 整体投资收益率是4.03% 较去年同期上升207个百分点 成长减速 接着请看到第12页投资减结 公司第一季的投资总资产是1.33兆 较去年同期增加379亿 国内占率31.2个百分点 国外占率68.8个百分点 仍是以固定收益为主 82个百分点 较去年同期为辅减少1.3个百分点 权益占比8.8个百分点 完全已减持1.1个百分点 接着请看第13页 说明海外固定收益组合 公司在第一季的海外资产类仍是以公司债 与金融债为主 共92.6个百分点 和去年同期相比 公司再增加2.2个百分点 金融债增加0.6个百分点 在国家类别方面 亚洲籍其他39.3个百分点 北美是40.1个百分点 欧洲20.6个百分点 和去年相比 欧洲和北美洲部分 各提升了0.3个百分点 而亚洲籍其他部分 只减少0.7个百分点 接下来请看第14页 说明避险组合 2024年第一季避险成本 到去年底减少129个百分点 主要为外汇利益 第一季外币资产 9195亿 除外币保单27个percent 是不需要避险之外 其他73个percent 外币风险资产中的 65个percent才传统性避险 接着请看第15页 投资利差 2024年第一季底 投资报酬率显著提升 达到4.03个percent 且保单成本率 较去年底维持下降 两者呈现正利差 投资收益率 因台股上涨 较去年底回升163个百分点 虽经常性避险成本人属高位 但长期来看 升值循环进入尾声 我们将持续以降低 保单成本率 提升投资报酬率 扩大正利差为目标 接着请看到第16页 说明股东权益 与金融资产未实现 等予余额 第一季底 金融资产未实现 本失余额为2.2亿 到去年底减少16.85亿 主要是因为 国内外股票上涨 股票停价回升 今年第一季底 股东权益为447亿 依照去年底增加48亿 进食比为3.24% 今年以来 美国战旗升级 台美利差未再扩大 整体受险业币 收费于汇兑利益 有助于获利表现 但由于美国联准会 暗示降息时间 可能往后推迟 外汇避险成本 高昂而成续挑战 以及地缘政治 及战争的影响 整体经济 仍处于不确定性 将持续观察 经济成长动能 刺激布局 整体来说 今年目标 是提升稳定投资报酬率 以及继续强化 价值型商品的推广 让公司的价值 继续提升 三商美邦 2024年第一季 营运灾药说明 到此道一段落 相关财务灾药 在简报后面的附录 同投资先进门 参卓 谢谢大家 接下来 隐含价值简报的部分 请新华本部 郭一龙副总 向各位报告 好的 线上的先进大家 午安 那请各位翻到 第18页 我们来 接下来报告 隐含价值EV 及一年新缺价值的部分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 数字的部分 有效契约投报率的部分 整体上 2023年 整价投报率是 3.81% 和去年 3.81相同 那一年新缺 投报率的部分 美元一年 一年新缺 投报率相较去年 是上升 那台币 有略下降 那请各位先进 可以翻 3月 第19页 跟第20页 可以看到 台币跟美金的 投报率的状况 那接线率的部分 我们维持跟去年一样 9.5%的假设 那再来我们来看 调整后净值的部分 2023年反映了现金增资 当年度损益 股票未实现 获利增加等因素 那2023年调整后净值 是413亿 相较去年 是增加了16亿 那请各位先进 可以参与第22页 可以看到我们的 调整后净值的变化状况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效契约的部分 那受惠于2023年 新契约价值增加 2023年的有效契约价值 是967亿 那相较去年 是增加了16亿 那资本成本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反映了 主管机关RBCC3的 系数规则 那2023年的资本成本 是503亿 相较去年 是增加了7亿 那2023年的 隐含价值 在反映了调整后净值 有效契约 资本成本之后 2023年的 隐含价值 是196亿 那相较去年 我们是增加了25亿 那我们再看下一行 那反映 因为今年我们有 增资增加普通普 所以我们在 隐含价值的 分母部分是有增加 所以2023年的 隐含价值是 平均下来是18块 相较去年 是相较3.8块 好 那请各位 先进可以翻到 第24页 我们来看新契约价值 变动的部分 那2023年 新契约价值 是49亿 相较去年上升了 那如同前述 2023年我们强调 强调业绩 及高价值保障型的 商品销售 我们可以看到 业绩成长增加了 3.6亿 那商品结构 增加了 3.7亿 那第25页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公司的 隐含价值 对投资报酬率 和贴线率价值 加减一码的影响 那整体上 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 我们2023年的 隐含价值 是增加的 那也符合公司 持续增加保障型 商品的推广 及提升利润率的策略 那AMW跟VIF 都相较去年 都是有增加 那EV我们也增加了 25亿 那以上是 今年度的一个 隐含价值报告 谢谢 本次的简报 到这里 到底段落 接下来将进入 问答阶段 有需要提问的 同志朋友 请于画面右下角栏位 输入你的问题 请稍待我们 进入一分钟 我们将于整理后 开始回复 谢谢 首先有一些媒体 去投资先进 共同的提问 我们先会整回复 第一题 有投资先进 询问到 今年公司的宝费目标 为何 那请西华本部 郭一龙副总 向各位报告 好的 那我们今年 今年的话 我们的宝费 新缺宝费收入 我们预计 还是维持 300亿以上的目标 那今年的话 第一季 我们将保费收入 相较去年 是有减少的状况 那FYP 是稍微有落后 但是我们看好 今年的市场 是一个多头的市场 那预期我们 投资行商品 较会逐渐增加 再加上公司 我们也努力的推动 保障行商品的销售 那我们希望 我们今年的FYP 是可以追上 我们原设定的目标 以上 好 接下来的部分 有投资先进 你问到 公司今年 金万化破例的主因 还有就是 对投资市场的 展望如何 然后 我们在第一季的 最后经历 三几点右翼当中 里面 除投资收益 或者是正确投资收益 分别的贡献 那这一请我们请 投资市场为我们回复 各位先进日安 我是三张美邦投资长 曹光志 针对这个 这个投资收益的部分 除了持续稳定的 吸收收入之外 我们第一季 主要受惠于 台币兑美元 减值了1.25元 以及我们本公司 在第一季度 这个维持较低的 避险比例的前提之下 整体外汇 在这个 准备金计算之前 有一个避险的例子 除此之外 也受惠于国内外的股市 分别上涨了13% 跟接近9% 在权益的这部分 也有一些 利得注意的情况之下 让整个投资收益 波的提升 那至于未来 展望的部分 我想在台股跟美股 指数里放新高 下半年美国选举 以及未来可能的 升息的挑战之下 未来的这个波动性 是可以预期的 那短期来说呢 人是有这个正面的这个价格的支撑 那后续在风险控管或者控制之下 我们可以再有更高的收益的表现 以上报告 接下来有些媒体跟投资先进都非常关心 我们公司的RPP的部分 是否已经在可以在6月达标 有关这个部分 我们会请调达新型成果 谢谢 好的 那谢谢投资先进及媒体的关心 那其实这个部分公司一直在努力中 那我们目前的资本强化的方案 就是都已经总事会之后公告 包括先进增资三亿补 还有就是私募普通股投资股 上限四十亿补 还有可短换公司在三十亿 那还有近期的预计发行四分位在五十亿 这都是我们资本强化的计划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资本强化计划的努力 可以提升我们的RPP 那也有投资先进有问到 就是定期的RBC 比如说三月或四月 那因为RBC的话 本身的是依法令就是每半年 对外公告一处 所以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公告时间点 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有相关的资料 可以提供参考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在努力中 好 谢谢陈伟长 那接下来有国师先进询问到 公司股值百利剩多少持股 那这个部分我们请国师长为我们进行很后 好的 本公司所持有的元大反一部位 从最高点至今已经处分了超过90% 剩下的元末不到10%的部分 会在今年结束之前得第一点出清 上报告 那接下来整部分 正在公司未来保障品商品销售的展望 我们请国一龙副总进行回复 好的 那今年再继续波动的状况 然后再考虑我们未来接轨 ICS和ICS的影响 那我们预期保险业的从业 会减少除去型商品的销售 那朝向保障型跟去中生化 跟投资型的商品发展 那公司的目前的策略会 着重在投资型商品跟保障型商品 那未来的目标会持续性 保障型商品的销量 那同时我们也逐步去增加 我们保障型商品的一个销售量 让我们公司的一个销售 能顺利接轨未来的新制度 以上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有投资先进询问到 公司策略投资人目前的进度为何 那我们请调长结束报告 是的 策略投资人的部分 我们也是还在努力当中 那如果有任何具体的进展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报到董事会之后公告 好的 接下来有投资先进询问到公司 那个币减率是多少 那这一集我们请调长结束回顾 币减比率的部分 它是一个状态调整的 那到三月底的部分 扣除外预保单之外 原调是65% 那我们预期会持续的在这个比例的部分 做一些控管 此外 如同上一句把作为所说的 我们会针对这个长短天期的部分 也会做一些调整 以上报告 那接下来有投资先进询问到2024年全年的BTS的预估 那这一集会比7万两件好吗 这一个部分 这个有关预估的这个数字 因为证交法的法令的一些规定 我们不适合讲一些预估的的事项 那现在进行到快接近五月底 那当然市场还是很波动 不管汇率或股市 我们当然会努力希望Q2可以比Q1好 不过就是这个预设性的性质 这个不方便说明 不过我想经营团队一定是希望 这个可以越来越好 好 谢谢总经理 接下来有投资先进询问到 公司今年从事的国中进度为何 那RBC面前没有达到标准所提的计划 是否有机会在预管机关接受 那我们请总经理 刚才从事的计划 那那个财务长有说明了 就是我们董事会在三月四月有通过一些 不管是现金增资 或者这个私募的有下证券 或者发行这个四川医公司在 这个东西对外正式公告 我们也努力在进行中 那相关的一些改善计划 我们也承报给主管机关 那这个大家在新闻上也可以看到 主管机关也对外说明 他们正在审核中 那所以这个公司已经做完这个改善计划 那主管机关在审核中 那我们让持续努力 希望可以让主管机关接受我们的改善计划 然后我们朝这个改善计划 努力去进行 以上 目前已经没有其他有关公司的问题了 那问答的阶段的部分将到一个段落 那感谢各位的参与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网络重播将于会议结束后 四小时内放置本公司网站的 图对关系专区的页面 谢谢你的参与